好消息是昨天一度大跌的美股 今天盤市开低收高 三大指数全面上扬 另外欧洲股市大盘周四是小幅上扬 从跌势中反弹 主要就是因为美股把焦点 由叶伦有关升息的谈话 转移到制造业数据改善 带来利多 详细内容我们带来看欧美股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